在之前影片中曾經介紹過國漢特殊奧運會的比賽和活動 有介紹過殘疾人奧委會相關的賽事 今天就介紹另一個智障人士體育界別中經常聽到的國際組織 國際智障人士運動聯會 大家好 我是阿Sam 國際智障人士運動聯會由一群荷蘭的運動主業人士 於1986年成立 旨在推廣運動與智障人士參與 並於1992年成為國際殘疾人奧委會四個認可的殘疾運動聯會成員之一 國際智障人士運動聯會的英文名 Theaters World Intellectual Impairment Sport 簡稱Theaters 是在2019年國際智障人士運動聯會環球運動會後正式採用 之前英文名分別為 Innes FNH Innes FID 以及Innes 現時Theaters會員超過80個國家 註冊運動員數目超過4500名 提供16個運動項目 每個運動項目設有三個級別 分別為第一級智障運動員 第二級唐氏綜合症 和第三級自閉保鞋 自1989年在瑞典海納桑德 舉辦第一屆智障人士世界運動會起 至今已舉辦多項區域性 以及國際性體育賽事 香港亦分別在2004年 主辦過國際智障人士運動聯會 世界游泳錦標賽 以及2013年國際智障人士運動聯會 世界冰金球錦標賽 2004年於瑞典波爾納斯 舉行首屆環球運動會 是因應當時智障運動員 仍然被禁止參與殘奧賽事 有關智障運動員被禁止參與殘奧賽事詳情 可以收看智障運動員參與殘奧賽事歷史的影片 智障運動員被禁參與殘奧賽事期間 Fiatas的賽事可以為他們提供高水平的競賽機會 所以當時的競爭亦很激烈 但自從2009年智障級別重返殘奧正式賽事之後 部分國家只派出二線智障運動員參戰 令Fiatas的賽事競爭性降低 原因是他們的被戰策略 就是首選由國際殘奧人奧委會 或國際單項體育總會殘奧組的認可賽事 而2019年 國際智障人士運動聯會環球運動會的乒乒球項目 或國際兵聯殘奧組認可的計分賽事 吸引精英的智障建議參加 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今集就到這裡 如果想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記得訂閱全球視者部落YouTube Channel 下集再見